情侣在夜间出游的时候要当心可能会被扼煞给攻击 在新北市的碧潭风景区约会胜地呢 最近却出现了两名喝醉酒的男子 会随机攻击散步的情侣 不但是骑车拦阻被害人 还用安全帽来狂殴南方 有两对情侣都遭到攻击 接近晚间11点 装心男子和女友走在碧潭风景区的闹街上 这时对象的机车突然掉过车头阻挡他们的去路 另外两个同伙随后跟上后 也把被害情侣逼向角落 其中一名扼煞烟地一丢就拿下安全帽开扁 我就是知道三个人一直咬一咬一咬 哇 到人家队没在忙那里 撑下去 装心男子一面被打还叫女友赶快跑 三个人没来由的围着被害人 用安全帽猛砸他的头部 造成装心男子头部撕裂伤 索性警方在一分钟之内赶到现场 并立即将打人的流性嫌犯拉开压制逮捕 事后进那个92次 9日高达年9日 那个就是可能就不胜久力 不以为那个情侣在怒骂他 流性嫌犯罪到几乎快要昏厥 还骑车上街找麻烦 三个人先是在壁潭吊桥附近 殴打另一对情侣还将两人逼向吊桥辱骂 之后又再找装心男子殴打谢愤 不知是不是不满情侣亲密才有这样的行为 但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将因为公共危险和伤害的罪嫌被移送法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